第27题小华做电学实验使用右图一的电路装置来测量流过金属线的电流 结果如右图二所示 毫安培计的指针只在刻度30 则每分钟通过金属线的电量为多少库轮 我们虽然题目说我们的指针只在刻度30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接线是接在500那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500那条线的刻度指示 是300可是这300是所谓的毫安培 也就是0.3安培 一安培的意思是一秒钟通过一库轮 所以0.3安培就是一秒钟添过0.3库轮 但是呢题目要问的是一分钟 所以要乘以6060秒 所以答案叫做18库轮 第27题问我们说 则每分钟通过金属线的电量为多少库轮 我们答案选的是A18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